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 乌方表示 俄军在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袭击 乌克兰官方表示 俄军24号对乌东部小镇恰普利涅两次发动导弹袭击 造成22人死亡 恰普利涅位于顿尼斯克以西约145公里 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基摩申科透露 俄军在第一次袭击中杀死了一名11岁男孩 随后俄军又对当地火车站发射导弹 导致一列火车失火 共有21人丧生 乌总统泽林茨基同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视频演说 也对此次袭击进行了通报 此外俄军24号还对乌东北 苏美地区和西部 赫美利涅次击 分别发动导弹袭击 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和民防被毁 暂无人员上网报告 乌总统顾问波罗利亚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俄军选择在乌独立日这一天 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 显示出俄军自身的无助和恐怖主义本质 俄军则表示 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俄炮兵部队持续对乌军炮兵 防空导弹系统 据点 指挥所和武器装备集中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共黄卫视综合报道